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做當兵生活日常的分享 反正有趣的事情我就把它記下來 現在來做分享 現在已經邁入第三個禮拜的新訊 在成功嶺的新訊 那第二個禮拜放假 那回去第一天就出事情了 這個是高鐵對號座的車票 它會告訴你上車時間跟下車時間 但是這個是自由做的車票 它沒有告訴你上車時間 也沒有告訴你下車時間 所以我直接從南港 搭到了台南去了 我直接直達台南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從南港到台中就50分鐘了 然後我從台中到台南又50分鐘 所以我要再搭回來台中 又再花50分鐘 所以我整個就是大遲到 所以本來是7點半 要在某一個空間裡面集合 有一個空 對 就一個活動空間集合 結果7點半 才到了高鐵站 還好我有先通報啦 不然我就出事情了 反正第一次收下回去 那個晚上也沒什麼事情 就是驗個尿 看你有沒有課藥 然後檢查一下你的包包 有什麼微禁瓶 像是有人帶象棋過去 倒是 想要打象棋是不是 那這一天早上呢 6點起床 他說是因為冬令時間開始了 什麼鬼 反正就是 本來是5點半起床 就變成6點起床 就是睡覺時間多了半個小時 不知道是 這什麼奇怪通通 那這一天又去那個 25公尺的超近的靶場 去玩一下 6發子彈 剩餘3個彈架 就是18發子彈 就開心射 因為有人就是 因為可能身體不舒服 都去醫院看診啊 然後就是 他也沒有上到課 然後進度落後 然後又有人確診 然後又有人怎麼樣 反正就是 大家的進度都很不一致 就是有人已經 學到超多 然後有人根本就是 連槍都還沒碰到 可能連射擊都還沒碰到 像是這一天 打靶 還是有人去看醫生 所以就是 他連一次靶都還沒打到 就很莫名其妙 反正就是 開心 開槍 就是旁邊有一個靶柱 就是叫你做什麼 你就跟著做 就不會出事情 就不要把槍 上了子彈 然後拿起來 就不會出事情 這一次打靶去跟回來 就是不知道執行官是怎樣 心情不好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叫大家精神打樹 然後大家 精神打樹就是 比較小聲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就一直叫我們精神打樹 一點多公里這樣子 去拔場 然後 又精神打樹 一點多公里回來 就是真的是淚爆 然後大家都噴汗這樣子 下午的時候 二班 就是我們二班 跟另外一個班 然後差不多 二十三十個人 慢慢走路去另外一個營 就是泡餅營 就是他們要搬家還是幹嘛的 反正他們要 拿什麼 一些金屬的東西超重 然後一整籃 大概三十四十公斤吧 真的是爆炸重 然後 還有一些什麼 滅火器啊 木板啊 桌子椅子 櫃子之類的 反正就叫我們去搬 免費勞工這樣子 那搬一搬 最後因為 可能時間搬太久了嘛 那他就直接搭 就是開車 開那個軍車 就是最大的那個軍車 卡車 就直接二三十個人 就塞到卡車後面 然後幫我們載回 我們的營 超爽 第一次搭軍車 那這個晚上比較有趣 就是有人在廁所裡抽煙 但是沒有被抓到 但是 長官聞到煙味 所以就 在睡覺前 全部站走廊 然後就開始 就是 要大家承認說 到底是誰在廁所抽煙 反正就是 不承認 就是禁煙 還好我不抽煙 所以沒差 但是就是 一大堆人就站在走廊上 然後就 就是有抽煙的舉手 然後就 那個 排長 就去聞 他就說 那個是什麼煙 然後他說他知道那個煙的味道 然後反正他就是 抽煙的舉手 他就一個一個聞 結果他也沒聞出什麼東西 還有不是小狗狗 反正這個晚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承認 然後隔天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承認 反正就禁煙幾天這樣子啦 那這一天早上呢 我們早上就已經去出公財 二班的跟另外幾個人 反正二十幾個人 去出公財 下午也是 就 整天 我們這整天就是在出公財 一直在搬運工人 當血汗勞工 一個小時八塊錢 好像是這樣吧 一個小時八塊錢的血汗勞工 你看外面 搬家公司一次就是幾千幾千幾千 我們一個小時八塊錢 真的是很好用耶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不太OK 就是安全的部分 像是在現場 就是要搬一些木頭啊 然後一些生鏽的鐵啊 綠 就是 金屬啊 然後就是 超級容易受傷 然後我們早上搬的時候 我就已經 被勾 割到 然後下午搬 這裡也被割到 後面這裡也被割到 反正就是 一直受傷一直受傷 然後我覺得 最拔剌的就是那個 叫我們搬東西的那個長官 班長還是長官不知道 反正 一開始是沒有戴任何手套 沒有任何防護工具的 是直到我手受傷 他才發手套給大家 到底是怎樣 安全不做好 讓人家受傷了 才 給你手套 然後我覺得 最機車的就是那個 班長 那個長官 他說 叫你好好放 不放 你用丟的 你用滑的這樣子 你用滑的這樣子 當然割到 那你在工地 喔 他怎麼死掉了 因為他按錯一個按鈕 他就死掉了 這什麼爛理由 就是一個 沒有做好安全防護 然後卻怪 他操作不當 這到底是什麼鬼 這腦袋壞掉是不是 反正除了 有一點受傷 那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開心般 就是 大家還滿輕鬆愉快啦 就不用在那裡練 就粗糙 然後就在那裡 一二一二 幹嘛的 然後 就是開心般 大家可以輕鬆聊天 然後喝個水 然後去 那個 銀站買一些 酷炫的零食跟飲料 還有人買冰淇淋 超嗨的 那這一天比較酷的就是 有 我們二班有一個 身體很壯 就是他有練肌肉 就是健身啊 然後他去邀請另外一個 寢室 有另外一個 也身體很壯 他們要PK碗粒 就我們在玩碗粒啊 他們要PK 反正就 從來沒有那麼認真 然後就是一大堆人 不相關的人全部都圍上去 然後就是一起看他們P碗粒 兩個肌肉男在P碗粒 然後 三二一開始 然後那個桌子就直接裂掉了聲音 超好笑的 然後 結果就是 分出勝負啦 對啊 反正就 開掀一個比碗粒 然後那個桌子很可憐 然後晚上就是 要收錢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洗衣費啊 然後什麼 費用要繳繳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 是很芭蠍 就是 要70元的 一個證件罩 就是你穿著軍服 然後他在那裡 快速幫你拍一張 隨便亂拍的一個 他要收70元 我覺得很芭蠍 他 我不太想要交這個70元 因為 好像在軍中 他不能強迫你買任何東西 反正就 我就繼續印 看他會說什麼 就 我不需要這個東西 我要那個照片幹什麼 然後他又印出來 他也沒有數位檔 重點是他也沒有數位檔 我要這個70元的 這垃圾照片幹什麼 那晚上還有一個還蠻酷的 就是他們需要一些照片 不知道是做報告嗎 還是幹什麼 反正他們需要有一些紀錄照片 看起來大家很認真 很勇於表達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說 欸那一個人看起來很high 就站起來 來舉個手 然後他就拍一張照片 看起來好像 踴躍舉手 幹嘛呢 然後就說 欸你們這邊圍起來 看起來好像在認真討論 然後就圍起來 然後就拍一張照 就全部都是作秀做出來 真的是 很搞笑耶 我們是 專業演員 那我們的座號是 依照身高去拍 所以我是28號就是第28高 1號就是最高 150號就是最矮 那我是覺得 不是覺得 就是實際就是這樣子 就是 比較高的 跟比較矮的 開始有一點 好像 搞小團體的概念 就是比較高的就一坨 然後比較矮的 那邊又是一坨 就是 我們會覺得 就比較高的這一坨 會覺得 欸矮的那邊可能 動作比較慢啊 然後他們 什麼腦袋不知道怎樣 或者是他們都聽不清楚 或者是他們 動作怎麼樣 然後比較吵 這樣子 那但是 矮的那邊當然也覺得 我們這邊可能 哦 比較 怎樣怎樣 反正兩邊就開始有點 有點 小團體 然後兩邊互相對抗的感覺 那這一天早上呢 我們就直接集合 然後就帶去一個大草皮 然後我們就開始練習 丟手榴彈 那 比較酷是因為 連掌就坐在旁邊 然後桌在桌子上 桌在桌子上 坐在椅子上 然後就是在那裡滑手機啊 然後 他就是看起來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有人就是 想說 欸叫連掌去丟 然後我們就邀請連掌 然後就是邀請 他就開始暖身 然後開始 隨便一丟 丟到那個 旗子外面去 就是我們 20 還是25公尺就及格 但是他丟到那個 50公尺的後面 那根旗子的後面 就是一個爆炸源 直接 超出我們的想像 那今天現在我覺得 這個還滿瞎的 就是 我們已經到第三個禮拜了 我們已經去打 三四把了 結果這個是我個人 我啦 我個人 第一次完整的聽到 槍如何從頭到尾 如何使用它 要注意什麼東西 他的 清槍 然後去檢查槍 到底怎麼使用一把槍 完整的聽到 這些東西 這已經是第三個禮拜了 打三四把 然後這是第一次聽到 這一天的早餐真的是 超級無敵少 然後又超難吃 就是它給你一坨菜 一些豆類食品 就是素雞嗎 就是一圈一圈的那個東西 然後又給你一顆蛋 就是幾乎沒有裂開的茶葉蛋 就是所以就沒有味道的茶葉蛋了 這是什麼東西 還有稀飯 這樣子 這真的是超級無敵難吃 沒有人會說好吃的食物 真的比狗屎還難吃 稀殺可能都比這個好吃 今天這是第一次去另外一個巴場 就是距離比較遠的巴 100多公尺吧 就是我們要測驗的那個距離啦 那這個巴場 我們一樣打6發 然後三個彈夾 就18發子彈 打巴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它是給你一整箱子彈 就是你這一個連 今天就把這些子彈打完 它不是說 你這個三個彈夾打完就沒事了 你要把那整箱子彈打完 所以你就是一直輪一直輪 輪到直到那箱子彈用完 所以我原本是可以打到第二輪 就是我可以再打18發子彈 結果我到第一排的時候 子彈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是很緊張 已經摳上去了 結果沒有子彈了 然後我們就下來 反正它的子彈就是一直用 一直輪一直輪 然後直到那些子彈用完為止 那今天也有了一個 超級無敵長的休息時間 有二十幾分鐘的休息時間 就是放煙的放煙 就抽煙 然後投飲料機 你可以投二十分鐘的飲料機 你可以聊二十分鐘的天 你可以 反正就是你想要做什麼 二十分鐘給你 真的是還蠻酷的 就因為 就是我們答應說 我們打把如果沒有出什麼事情 它就給我二十分鐘休息 反正就是一個 無敵長的休息時間 這個下午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是我們從一點二十分午休起床 到三點 這之間的時間 完全我們在寢室裡 吹著冷氣 坐在那裡休息 瘋狂聊天 聊到我們已經不知道該聊什麼東西了 就是說垃圾話 聊天 沒有人管我們啦 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班長長官都不在 不知道是怎樣 我們就只能一直聊天聊天聊天 聊到我們都不知道聊什麼 然後反正我們就是順利的 四點半之前離開營區 開心回家 那剛好這個是 十月十號國慶連假的假期啦 然後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是搭到南港車站 台中往南港 那台中往南港其實還蠻順利的 就是我去買到有對號座了 就不用去搶自由座 因為就是有人要回家嘛 可能人比較多比較難訂票 但其實還好 但是南下的人爆炸多 因為我搭到南港 那個南港高鐵站 真的是爆炸多人 還有警察超多人在那裡指揮 就是在那裡看啦 看有沒有在搞事情 那個賣就是那個自動買票機 跟那個櫃台的 全部塞滿 塞到那個紅龍外面 反正人超多 反正就延假順利回家 開心放假